多长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三节 应收款项的管理 我们这一节呢有两个考点 一个是有关应收账款的产生原因 以及管理方法 第二个就是信用政策分析 当然我们这一节呢 比较重要的是信用政策分析 而且在整个我们就是第十二章啊 最容易出计算题的地方 应该就是信用政策分析这一块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 对应收账款产生的原因以及方法 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应收账款 它的原因呢两个方面 一个是由于商业竞争 也就是说呢 我为了和对手竞争 我们采取这个奢销的这个政策 然后吸引客户 也就是说你买我东西呢 你可以就是 比如说30天以后再付 这样可以吸引客户 然后扩大我的销售规模 这是属于商业信用的范畴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由于我们这个收款的时间差 对吧 也就是我们这个销售商品和收到款项 那么由于这个结算手段的这个原因 导致的会有一个时间差 一般来说如果结算手段越落后 这个时间差也就越长 不过呢 我们在财务管理里面谈到商业信用决策 我们是针对的是 谈到对应收账款的这个信用政策呢 我们针对的是商业信用的原因 产生了这个应收账款 对于这个收款 这个时间差所引起的应收账款 不属于我们商业信用的范头 也不是属于财务管理 应收账款管理的重点 所以我们这里面主要真的是 这个出于商业竞争 而产生的应收账款 这一块怎么样进行管理 对应收账款的管理的方法呢 一个呢就是要对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 要及时进行监督 对吧 就是得说实时的去考察 你的应收账款 它的这个回收的这个情况 对吧 那么我们要想考察 应收账款的回收状况呢 可以通过编制账领分析表 这个账领分析表 它实际上就是显示一下 我们目前啊 就是这个应收的款项 在外这个天数长短的一个报告 比如说你像我们书上这个表 12到7 它的这个应收账款 这个账领啊 它就是按照这个信用期的长短 在信用期之内的 然后超过信用期1到20天的 一直到超过信用期100天以上等等 我们把这个按照账领的长短 去给它去做一下排序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企业的 这个应收账款 账领要短一点 对不对 那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的应收账款呢 它这个在 等于说别人占我的资金时间 并不是很长 我们可以看到这家企业 它的这个信用期之内的 应收账款占的百分比呢 是40% 就是它所有的这个 应收账款里面 我们一般都是按它这个金额 对吧 也就是你看我们的信用期之内的金额是8万元 我们总的是200万 总的是20万元 所以呢 这个信用期之内的账款 占到我们全部的这个应收账款的数比例是40% 当然如果信用期之内的比重越多越好 那你像超过信用期100天以上 这个可能就会有坏账的风险了 是吧 那我们一看它这个占到我们整个的这个 就是应收账款的数 我的比占到5% 是吧 那可能对于通过这个 账领分析表 给我们一个提示 是吧 那就说你对于 这个应收账款 它的账领的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是吧 而且呢 还能够 让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过去账款的 制定一个合适的这种 吹抽方式 是吧 比如说在这个信用期之内的 当然也不用去吹人家 你还没有到那个 我们约定好的这个信用期呢 超过信用期 比如说 这个时间不是很长的 那我们可能考虑 是不是要给他发一份信啊 是吧 发一个邮件啊 你吹他一下 是不是忘了 对吧 如果还再长一点 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人去上门追讨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还要输出这个法律 是吧 去起诉他 所以那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对于不同的这个 不同过期的这个账款的催收 可以帮助我们来制定 合理的收账政策 当然还有 应收账款的管理 包括对坏账损失 一些事先的准备 那都是属于应收账款的管理的方法 我觉得这一块 大家就是一般了解一下 我们重点呢 是要把握的是第二个考点 就是信用政策分析 谈到这个信用政策呢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构成 信用政策的构成呢 包括三块 一个是信用标准 企业不是盲目的奢销 不是说随便来一个人 我要跟你这个买东西 然后我告诉你 我保证我这个一个月以后付你钱 那你如果根本不了解他 万一的人买东西就跑了 找不到了 那不就麻烦了吗 是吧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企业奢销啊 他实际上是要定一个信用 就定一个标准 因为所谓信用标准 通俗点讲 就是你这个顾客 要想获得我的交易信用 应该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是吧 应该达到一个最低的条件 就是所谓信用标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信用期 那么这个信用期呢 它实际上指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比如这个客户 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 获取我交易信用 那个最低的条件了 那我可以可以给他设销了 但是我给他设销了 我不会说无限期的设销 我要定一个 就说你的最长的付款期 不能超过多少天 实际上也就是说 允许你顾客从购货到付款 这个时间 我们把它称为是信用期 另外呢 有的时候 我为了鼓励顾客尽早付款 我们就要自定一个什么呀 现金折扣政策 比如说我说十分之二 三十分之N 那么如果给这样一个折扣政策 它就意味着什么呀 你要是十天之内付款 像我们这个指的是折扣期 对吧 就可以鼓励他尽早付款 折扣期内付款 这个二呢 我们指的是2% 是吧 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个 折扣 一个优惠2% 然后三十分之N 这个三十是我们的信用期 是吧 最长别超过信用期 三十天 所以给了这样一个折扣政策的话 它实际上就可以吸引顾客 为了获得在这个商品价格上的这种优惠 而尽早付款 是吧 这是谈信用证的构成 主要包括三块 一个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才会给你奢销 是吧 所以我们要定一个 顾客要获得企业交易信用 应该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然后呢 达到我的条件的话 我就要给你定一个 你的最长的付款时间 对吧 就从你购货到付款 这个这个时间 就信用期 然后为了鼓励你 再早一点给我钱付款 那我还可以给你提供点优惠 就现金折扣政策 越早付款越优惠的 这样一种折扣政策 那我们先来看信用标准 我们说企业不会盲目的设销 那么如何来判断 这个客户是不是达到了 我们的这个信用标准呢 我们在确定信用标准的时候 经常会使用一个方法 叫做5C系统评估法 这个5C系统评估法 它是按照英文的打号字母 这五个方面 它都是用C 这都是C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方法 称为5C系统评估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5C系统评估法 它是要评价客户的五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品质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顾客的信用怎么样 我们有些人呢 他其实有钱 他就是品质不好 他老是老想赖账 那这个我们 那就别跟他打交道了 是不是啊 所以首先要看他的品质 那这个品质如何来考察呢 他实际上主要就是要看一下 这个顾客过去的付款履约记录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考核这个品质的时候 他的这个考核的方式 主要就是看一下 我们这个就是过去的 这个付款履约记录 那这个过去的付款履约记录 不一定是跟我们本企业 就跟我们自己企业 也可以看他和其他企业之间来调的 是吧 这谈第一个 就是他的顾客的信誉 就是品质 第二个能力 我们这个能力指的就是顾客常在能力 而特别指的是短期常在能力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企业比如说 把产品卖出去 我们是收销出去 我们是应收款 而对方就是应付款了 那么是流动负债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关键要看他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和质量 以及与流动负债的比例关系 其实换句话来说 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在前面讲过 对于短期常在能力的核量指标 我们可以用流动比率呀 数重比率呀 或者说现金流量比率 还有什么现金比率 可以用这些指标 但是不仅要看这些 比如流动比率 数重比率这些指标 还要看他的流动资产的变现的质量 对吧 我们在前面讲 他数重比率高 或流动比率高 是不是一定他的常的能力强啊 我还要看他的流动资产 比如存货的周转效率怎么样啊 应收账款周转效率如何啊 所以他实际上要看他的 一个是数量 就是或者可以说看那个比率 是不是高 还有一个看他的 应收款存货的周转的效率 还是质量 就从能力方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资本啊 那么这个资本 他主要指的是顾客的这个 财务实力和财务状况 就总体的这个实力了 是吧 他是一个反应顾客偿还债务背景 这样一个就是考察的方面 你像我们刚才谈能力 只是只是看他短期长来能力 而这块就要考察总体的 他的盈利能力啊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能力啊 周转效率等等 就是看他总体的实力和财务状况 是吧 然后第四个抵押 那么这个抵押呢 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要看一下 他有没有这个抵押 或者说担保 是吧 有没有可过抵押的资产 最后第五个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啊 他主要指的是一个 影响这个顾客付款能力的 外部的经济环境 是外部的经济环境条件 不是他自身的条件 是外部的经济环境条件 所以这块大家特别要注意 就是考试特别喜欢考 我们一个就是说能力的考察 能力考察 我们这块能力 其实通过来讲 应该只是短期长在能力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我们这里面这个条件 这条件 它是一个外部的经济环境条件 它可不是企业自身的条件 他如果说利用信用的 5C系统评估法 在考考它的条件的时候 主要看企业自身的 这个比如说 财务状况的这个什么条件呢 不是 我们这个条件只是外部的 是外部的经济环境条件 所以他主要是针对 容易出错的地方 要予以注意 大家帮我来看一个单选 他问你根据5C系统原理 确定信用标准时 应该掌握客户能力方面的信息 下列各项指标中 最能反映客户能力的是 那我们谈到能力是 短期常债能力 所以你就要看一下 这个指标里面 哪一个是短期常债能力指标呢 这一看 当然就是现金流量比例 现金流量比例是属于 短期常债能力 它用精英活动 现金流量除上一个流动负债 是吧 是应该选择C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他问你呢 在依据5C系统原理 确定信用标准时 应掌握条件方面的信息 下列各项指标中 最能反映条件的是 A呢说影响顾客付款能力的信誉条件 B呢说影响顾客付款能力的 抵押品条件 所以说影响顾客付款能力 财务实际条件 B说是影响顾客能力 经济环境 那我们刚才强调这个条件 它指的实际上是 经济环境的问题 像这个财务实际 财务状况 它实际上指的是这个资本 对吧 它实际上指的是这个资本 抵押品就是抵押 信誉谈是品质 对不对 所以就说每一个方面指的是什么 就给大家在客观题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样只有我们这个D是正确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就是信用期和现金折扣政策的决策 其实谈到信用政策的确定 我们这三大块 你像信用标准的确定 主要就是客观题里面 就是5C系统评估法 这5C分别表示什么 然后怎么去考察这五个方面 然后从主观题方面的 主要就是考察我们后面两个 就是信用期和现金折扣政策的这个确定 对于信用期和现金折扣政策 他考试还经常给他终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企业 他改变这个信用政策 比如说我为了吸引客户 我放宽信用期 假设我们原来呢 比如说三十分之N 那现在我要给他延长 为了吸引客户 我给他延长信用期 另外呢 我又想鼓励客户尽早付款 比如我还提供了一个折扣 比如我这样说十分之二 然后这个三十分之一 然后比如说六十分之N这样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样一个政策 比如说我延长信用期 同时还给一定的折扣 它的影响有可能有什么影响 我们说好的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他可以信顾客 对吧 他既然可以信这个顾客的话 那我们的销售规模就会增大 那相应的销售利润就会增加 但是呢 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个销售利润的变化 你还要考虑 由于你延长了这个信用期 那么很可能我的应收账款的 债用资金的时间啊 没准就延长了 这样他就可能引起什么呢 有关比如说 我们这个应收账款 比如说要能够三十天 就能够尽快收回 我就可以拿这个钱 哪怕我们去做点其他投资 是吧 比如最笨一点 我买点国债啊 换取一些长期的稳定利息也行啊 但因为他现在呢 延长信用期呢 那他可能就会使我的 这个应收账款的收回 就会晚一些时间 那这段时间 我会丧失一定的利息收益 所以他不仅说是好处 可以是销售增加 增加我们的这个 可以说是销售利润吧 你的销售利润会增长 但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你这个会导致我们 很有可能 应收账款 账用资金时间长了 那我的机会成本会加大 是吧 因为你的应收账款 收销规模扩大了 应收账款的数额多 那我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会加大 另外还有什么呢 你的应收账款 因为你的收销规模扩大以后 应收账款的坏账的可能性 是不是也有可能增大呀 你的坏账成本可能会增大 还有呢 你的应收账款的收销规模大了 你相信的是一个收账费用 你的成本 这个收账成本 也会加大 比如说我们为了鼓励 顾客进早付款 要提供折扣 那顾客有的顾客提前付款了 那你是不是相信 这个折扣成本 也会增大呀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改变这个信用政策的好处 如果你比如说放宽 这个信用政策 它的好处是 扩大你的销售规模 增加我们的销售利润 但是呢 也会导致着和应收账款 管理的有关成本 或者应收账款相关 这个信用成本会增大 包括应收账款 占用资金的应激利息 就是机会成本会增大 对吧 因为你收销规模 你吸引了更多的客户 收销规模多了 你的坏账可能性 是不是有可能会增加呀 还有我们这个 就是收账的成本 是吧 有可能会增加 以及呢 我们提供折扣 折扣什么会增加 所以就会有这些成本 那我们在做信用政策决策的时候 一般来说用的方法 就是差量分析吧 通常他考试啊 他会给你一个 呃 原有的政策 然后呢 就会问一下你这个企业 要不要改变 或者说问你这个新政策 可不可行 要不要改变 那我们说要不要改变啊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用的方法是差量分析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采用这个新的政策 他和原有政策相比 我们新政策和原来相比 增加了 利润 这个增加的收益上 就是主要就是你的销后利润 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说我们会增加收益对吧 这增加收益主要就指的是 我们就说销后规模扩大 会增加我们的销后利润 是吧 他会增加你的销后利润 但是我们说不仅要考虑 由于社交规模的扩大 你带来的销后收入 这个就是销后利润的一个变化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 改变信用政策 带来的有关成本 他还会带来相应的成本的增加 这些成本我们刚才分析了 包括你的这个 比如说机会成本 或者你说应收账款 占用资金 以利息 之类的 有机会成本 还有什么 坏账 对不对 坏账的可能性 还有就是什么收账成本 另外还有折扣成本 这都要考虑 就是改变政策有好处 会增加收益 但也会带来成本 那我们判断一个政策 要不要改变呢 那我们就要把增量收益 减去增量成本 减了以后 可以得到什么呢 就是增加的税前损益 这个增加税前损益 实际上就是用你这个增量的收益 减去增加的这个 这个成本 我们可以把它成为 应收账款相关的这个信用成本吧 为了避免和我们的这个 销售成本 大于增加的这个信用成本 如果增量收益减增量的信用成本 大于零 那么就说改变政策是可行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这个决策的分析方法 它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 但是关键在于 怎么算这个增量收益 怎么算这个增加的信用成本 我们可以结合数上例题 来看一下 这个增量收益和增量成本的确定 大家看我们数上这个例12到4 说某公司现在采用30天按发票金额付款的信用政策 准备把信用金的放宽至60天 还是按发票金额付款不给折扣 假设等分险投资的最低保护率15% 其他一些数据就给了我们表示2到8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企业 它原来的政策 现在是30天 准备要改成什么呢 60天了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个30天 这是我们的原有的信用政策 对吧 这个是准备要采取的新的政策 就问一下你要不要改变 在原来的政策下呢 因为你是30天付款 它这个条件不是太别特别优惠 所以我们的这个销量呢 它告诉我们是10万件 当我们把信用期延长到60天 这时候呢吸引客户了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销量就增加了2万件 对吧 所以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用Q比方销量 那我的DirtQ就是2万件 然后呢接着看单价单价是5元 这个没有变化 单价是P 然后我销后成本 变动成本 它告我每一件4元 V是4 所以这样的话由于销量增加 所以它总的变动成本总额 又会比原来会多了这个8万的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固定成本 没有变化 那就非相关了 这样毛利润 你想60天要和30天相比 我是增加了这个毛利润 增加了这个2万的 对吧 增加了2万 另外你像这个题也比较简单 它给了我们可能的收账费 对吧 因为你这个收销规模扩大了 所以它收账费用会增大 换一张的损失也会增大 所以相应的 像这道例题比较简单 增加的收账费用有 增加换一张损失也有 那么如果再问你要不要改变信用政策 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谈了 在考试的时候判断 信用政策这个决策的时候 首先要看一下 改变信用政策 它会带来的增加的收益 这个增加收益 你可以这么个理解 就是只考虑 就是有点像我们按照会计的思维 就看它由于销量增加 会增加多少销后利润 所以我们这个收益的增加呢 实际上通俗点讲 就是增加的这个销售利润 或者说是按照光考虑会计那个角度 我们看从会计的角度 我们这个收益的增加应该有什么 其实我们可能最直接的 我要考虑 由于这个扩大收销规模 企业的销后收入会增加 对吧 另外呢 你这个收入增加 像你销后成本还会增加呢 对吧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属于会计上的 这个思维的这个方法 我要考虑增加的收入 减去增加的这个成本 是吧 就从这个会计方面来考虑 那么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在财务管理里面 通常我们成本 我们可以区分 有些属于固定的 有些属于变动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如果要是固定成本没有变化 那我们的增加的收益 它实际上就是增加的编辑贡献了 对吧 所以像书上这条例题 大家可以看 它的固定成本没有变 对不对 我们说上这个例子 它的固定成本 原来是五万 这个六十天还是五万 所以这时候 我们增加的这个销售利润 就是增量收入 减去增加的变动成本 像我们这条题的增加收入是多少呢 就是十万 对吧 增量收入六十万减去五十万 所以我的增加的销售收入 就是十万 而增加的变动成本呢 那就是八万 对吧 固定成本不变 非相关 那因此 我们这条例题的增量收益 就是增加收入 减增加变动成本 或者说 就是增加的编辑贡献 对吧 就是增加的编辑贡献 那么我们在考试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它考试是一个综合性 它会和这个本量力分析啊 什么结合起来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课 是先讲的本量力 然后才讲的是这个杠杆啊 然后讲我们这个营运资本这一块 那么对于增加编辑贡献 有很多方法 那考试就看它怎么给你资料了 像我们说上题很简单 就是增量收入减增加的变动成本 那如果考试要是给我们编辑贡献率呢 那我们就可以拿增量收入 乘上一个编辑贡献率 是不是 或者是你用这个增加的销量 乘以P减V 所以太多公式可以计算 这个增量编辑贡献了 是吧 就可以结合的本量力分析去把握就是了 像我们料题 增量收入10万 减增加变动成本8万 对吧 当然了我们要注意一下 因为固定成本不变 包括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都是有相关范围的 如果突破了相关范围 又比如说企业的销活规模扩大比较多 原来的生产能力不够了 我们还新增添了一些这个设备 比如我们还租用一些设备 要支付租金 有些固定的这个租金的这个成本 那这个什么情况下 那你的增加的收益啊 你在算的时候 就是不仅要扣除变动成本 增加的固定成本也要扣除 当然就是只要是有相关成本 我都应该扣 所以其实这个收益增加这块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增加的毛利润 就像我们上次增加的毛利润 但是你的固定成本变动成本 就是你都得考虑是吧 所以其实如果要固定成本有变化的话 我们也要把它减去的是吧 就是增量的固定成本也要减去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啊 我们上次都有一个相关范围 就是在相关范围之内 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然后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如果突破了相关范围 就比如说他搞我们 因为销售规模扩大的比较多 原有的这个生产能力不够了 我们还得新租用一台设备 要支付这个租金 是吧 比如利用基因租赁的方式来支付租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这个增加的这个成本 这块就不仅要考虑变动成本 是吧 还要考虑增加的固定成本 是不是 所以通俗点讲 我们这块的增量收益 就是增加的销售利润 只要是有相关的 由于销量变化 引起的收入的变化 成本的变化 我都应该给他扣除 这是谈的增量收益 是吧 这块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再来看增加的成本 我们这块的这个成本 实际上我们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做信用政策决策的时候 你除了要考虑改变这个政策的时候 对我们的这个利润表里面 那些收入啊成本的影响 一个很重要的要考虑呢 就是机会成本 就是你要考虑 由于我们改变收销政策 它可能会引起你的应收款啊 存货啊 应付账款这些变化 这样的话呢 就会引起你的应激利息 也就是机会成本会有变化 因此我们在考虑增量的成本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 要考虑占用资金的应激利息 那么占用资金的应激利息呢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讲 是营运资本管理 主要是针对就是说 这个就是应收账款 存货 另外呢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 比如说由于销售规模扩大 我的应收账款会增加 而且相应我的存货储备要增加 那么你存货储备增加 相应的购买材料 这个收购可能会有影响 可能还会影响应付账款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 应收账款存货 以及应付账款 对应激利息的影响 那么由于应付账款呢 是我们占用别人资金 所以它是第一件 对吧 相应是我们占用别人资金 我可以说有一个应激利息收益 所以应付账款 它是属于 这个应激利息收益的问题 那么或者我们把它作为 这个就是应收账款 存货债用资金应激利息的一个第一件 当然这么考虑 那我们就来看怎么来计算 关键是如何来计算这个机会成本 就是怎么来计算这个应激利息 我们先来看最主要的 第一个应收账款 赞用资金的应激利息 对应收账款赞用资金的 这个应激利息的这个计算 那么我们按照基本公式来 它应该是要考虑 应收账款赞用资金的这个数额 而且要考虑什么呢 是一个平均赞用 是吧 应收账款的这个平均赞用资金 因为企业这个奢销的这个规模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奢销 可能一大笔应收账款 然后他在陆续再收回 所以我要考虑应收账款的 平均赞用资金 然后再乘上一个资金成本率 所以其实应收账款 赞用资金应激利息 我们书上是给了一个公式 就是把这个 应该说是把这个赞用资金 乘上资本成本率 而且赞用资金呢 又是把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乘以变动成本率 平均余额又是根据日收账额 我乘上我收账期 就给了这样一个公式 做熟练以后 我们说应收账款 赞用资金应激利息 就是四个指标相承 但关键在于这个公式 怎么去理解它 是吧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来理解一下 这个应收账款 赞用资金的这个应激利息的公式 比如说我告诉你 这个企业目前 我比较保守 我就是现销 一手钱一手货 我不设销 然后我们目前的这个销量 是吧 我们因为比较保守 所以目前的销量比较少 假设 你们说一年的销量 我们为了好算吧 假设我告诉你说 我就是一万件产品 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 比如说我告诉你这个单价 产品的单价呢 假设说是这个一百元 然后呢 它的这个成本 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 比如说我就以这个 我是一个生产办公用桌子的一个厂家 比如说我这个 我就生产这个办公用的这个桌子 每一个这个售价 比如说是一百块钱一个 对吧 那么但是我这个桌子呢 你想你需要耗费材料 是吧 你一个桌子要投一个相应材料 还有就是我们生产桌子啊 我们需要人工啊 需要耗费人工 假设我们给职工定的是计价工资 就是你每打一个桌子 我就给你十块钱的工资 比如这样来说 那要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 就是我的成本啊 有一些是属于 和我们的一个产量 投入量有关系 比如直接材料 假设我告诉你一个桌子 所需要用的这个材料啊 比如我们简单一点 假设我说 这边说三十块钱一个 这个材料 是吧 就单件桌子 这个人工的工资呢 我比如说基建工资 是吧 你给我打一个桌子 就是十块钱 这样 那么按照我们 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相遇是编辑贡献 是吧 那么就是60万了 此外的企业 我说还有固定排资 那比如说 我们要有一些固定的管理人工资啊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是租的 这些一些厂房 还有固定的租金啊等等 我们有一些固定成本 这个固定成本 假设我们一年 就是20万的 这个固定成本 这是目前这个状况 是吧 那现在的企业想呢 改变一下 就是说我们觉得 这个限销一手钱一手货 这个太保守了 所以我们准备怎么样呢 我们为了好理解啊 我限销还保留 还保留是吧 限销这个一万件 我们还是保留的 但是呢 我们想吸引一部分 奢销的客户 比如现在正好有一个客户 他想跟我奢销 是吧 想奢销一些这个产品 那这个奢销呢 假设我们 说啊 如果这个客户呢 我们接受他的这个 奢销的这个 这个请求的话 我们一年可以多卖 一万件桌子 比如说为了好算啊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以后 是吧 限销当然还保留 但是因为我们接受奢销了 会多卖一万件桌子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极端一点 假设啊 我说我1月1号 我是奢销了一万个桌子 那你看我做的快递分路 借应收账款 是吧 然后呢 带营业收入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销收入实现了 对 你看我的应收账款 因为我们每个桌子的售价是100元 我奢销了一万个 假设我是一笔全奢出去了 是吧 我们先极端一点 我1月1号 一笔 我就奢销出去 一万个桌子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100万 所以借应收账款 100万 带营业收入100万 我们不考虑加外岁 那么现在大家看 这个是奢销 会使得我的应收账款增加100万 然后假设 我们先简单一点 假设我这个 就是这个奢销这个客户 他原来说的很好 他会这个很快还我钱 但他就是一直拖着我 一直到年底 一直到了12月 31号 是吧 这个他还不给我 然后我们就上门去追趟 比如说我们又哭又闹了 你不给我钱 我就不走了 然后他就把钱给我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帮我想一下 就等于说 我这个奢销 这个100万 等于一直在我的应收账款 账户上挂着 挂了一年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我想问一下你 由于这个应收账款 我老收不回来 他会使我 这个就说 他就说 他说我们真正就得以说 占用了我多少资金 可以这么来讲 就说他占用我多少钱 那他占我多少钱呢 其实你可以这么来考虑 像 因为我们做的事 他是有这个 要卖有利润的 假设这个应收款 如果收不回来的话 我会真正损失多少钱呢 其实他损失这个材料 和人工这一块 因为固定成本 他就是固定的开支 是吧 他不会变化 但是由于你多卖的一万个桌子 我的材料啊 人工啊 那你就要多往里面去投 是吧 所以可以这么来说 为了维持这个社销业务 企业需要投入的资金 或者应收账款要占用的资金啊 我们不能用这个应收账款 这个总额 因为应收账款 它上这个账户里面 包含了你的这个利润的 是吧 我们要考虑是占用资金 所以这样一来 对于应收账款的占用资金 怎么来计算呢 那他应该是拿这个 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就是这个账户上 平均账用的数 但是要乘上一个什么呀 也就是说我这个表面上 是一百万的应收账款 但实际上他账用的 我只是材料 人工 是吧 账用我四十万的材料 和人工 这个变动成 所以要把这个平均余额 得乘上一个变动成本率 就是真正账用的 我们是变动成本 这是一个公式 就是怎么来计算 应收账款 账用资金 那么应收账用资金 是用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但是别忘了要乘以变动成本率 因为应收账款 是按售价登记的 它还包含了你的利润的 你这个奢销业务 它真正导致我的账用资金 账用的是我的材料 人工那个变动成本 是不是 所以我把平均余额 乘上变动成本率 另外一个大家再接着看 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特别极端 我说我是1月1号 一下就奢销了100万 然后呢 这应收账款一直到年底 才给它收回来 那当然我的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 它就是100了 但是其实在实物中 我们其实奢销陆续产生的 我们这一年是奢销了1万件 但是我可能每天陆续在卖 对吧 假设我们就每天陆续在销售 而且这个账款的收回 它也不是说 我到年底才一下收回 它陆续在收回 因为你刚开始销 他如果对方不给你钱 我就不再给他 我就不再送给他 对不对 所以我是陆续奢销 然后对账款陆续在收回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它可不能说是奢销额 我刚才举的例子 是奢销额的原因 是因为他占用了360天 到年末他才给我 对吧 但是实际上 我们这个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应该怎么来计算呢 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奢销额 它并不是全部都是 被别人占用的 因为奢销额是陆续发生的 所以我把奢销额要除上一年的天数 比如一年是360天 我看一下平均每天奢销多少 我每天奢销多少 然后呢 我们再看奢销这么多 如果在这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到30天以后才收回来 那么他在这30天 那他就是 在我们的就是 可以说就是我们的 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 就是他的一个 所谓平均的这个余额了 那么像我们刚才那道题 他是说 360天他都都没有收回来 所以其实就是说 要把奢销额除以360 得到一个每天的奢销额 然后再乘上一个平均的收账期 乘上平均收限期 这样可以得到你的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为什么是 就是为什么是这个 100万呢 就是100万除以360 然后我的平均收账期是360天 那你扯360 对还是100万 对不对 但其实我们很多情况下 他其实他是陆续在收销 所以收账期 他并不是一年再收回来 是吧 还会陆续在收回 所以这是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的计算 其实对应收账款 这个平均余额 这个指标计算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前面第二章 就讲过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那指标来理解 大家可以帮我回忆 我们在前面谈的 就是应收账款的这个周转天数吧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他应该等于什么呢 他应该等于这个360 除以应收账款周转率 是吧 我说300 一年天数我就简单 360天 除以应收账款周转率 而应收账款周转率怎么计算呢 我们又是拿这个消货收入 比上一个什么呢 平均的应收账款 所以这个消货收入 除以平均应收账款 把它翻上去 相当于360 乘上这个我们的平均的 应收账款 对吧 这是我们谈的这个周转天数计算 就是360除以周转率 而周转率是用收入比上平均应收账 所以把你放上去 就是360乘以平均应收账 除以收入 所以现在我们想问一下你 我想求的是 分子上的平均应收账款 等于什么 那很显然我的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 或者说你的平均的 应收账款 它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挪到等式的这个 左边来 那就是销后收入除以360天 然后再乘上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吧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就是 也就是我们这个上 就是平均每天的日收销额 日收销额 然后乘上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我们把它经常也称为是什么呢 就是平均收账期 所以考试时候 它给你平均账期 或者给你周转天数 都是一个指标 只不过就是不同的称为 所以我们继续练以后 应收账款的这个平均的余额 就等于什么呢 日收销额乘上平均收账期 对吧 这是有关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的计算 那么这个平均余额有了 乘上变动成本率 就是我真正账用的资金 是变动成本这一块 对吧 也就是账面上确实是 好像是我这个应收账款 是一百万 但其实呢 我为了维持这个社交业务 我真的往里面投入的资金 是什么 材料 人工 像我这要提 我赞用的资金 赞用了我多少钱呢 赞用了我四十万 而不是一百万 对吧 然后有了赞用资金以后 让你求应收账款 赞用资金的应急利息就好办了 就把这赞用资金 乘上一个资本成本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来看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从下榜上来看 首先我们看 应收账款 赞用资金的应急利息 怎么来计算呢 它应该是等于 应收账款 赞用资金 乘上一个资本成本 考试的时候 资本成本会给你 是吧 关键是赞用资金 怎么算 对应收账款 赞用资金 我们刚才强调了 由于应收账款 是按售价登记的 它包含了 它要挣着这个利润那一块 而我真正赞用的资金 是什么呢 是变动成本 所以呢 我们应该把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 要乘上一个呢 变动成本率 那么其中的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呢 我们又拿日销售额 乘上平均收账期 这是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那么你做熟练以后 大家看你就记住 四个指标相乘 应收账款 资金 是四个指标相乘 日收账额 乘上平均收账期 这个目的是为了算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的 然后再乘两个率 拿两个率呢 一个变动成本率 它的目的是为了得到 我真正赞用的资金 还有一个呢 是资本成本率 它的目的是为了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赞用资金 上市那个利息收益 就是机会成本那一块 所以你就给他记住了啊 就应收账款 赞用资金的应计利息 就是四个指标相乘 日收账额 乘上平均收账期 然后乘两个率 是吧 然后要记住日收账额 乘上平均收账期 应收账期 平均余额对吧 两个率呢 乘变动成本率 是为了算资用资金 资本成本率 是为了算机会成本 就这么来把握它 是吧 那你像我们书上这个例题 你看它是 从30天的信用期 改为60天信用期 呃 原来的奢销的 这个就销售收入是50万 改变以后变成60万了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的应计利息 日收账额 就是用50万 除以收账60天 那就是平均到 每一天的收账额 然后乘上平均的收账期 这个平均收账期这块呢 呃 我也想稍微提示一下啊 一般来说我们考试啊 他如果没有直接给你 这个平均收账期啊 或者说多短天的时候 呃 那我们 如果他给的就是信用期 也没有提折扣期 我们就 用他的信用期作为收账期 对吧 因为你没有直接告我平收账期 也没有告我们周短率啊 那些东西 那我们就认为 你的信用期和收账期是一致的 当然如果他要是 有这个折扣 是吧 有折扣条件 那我们就要按照 加权平均的方法 通常考试会给你 比如说我们 呃 随便来说啊 呃 假设我说 十分 呃这个 比如说这个十分之二 呃 三十分之N 然后我说呢 有40%的客户 享受折扣 其余的客户啊 就是信用期付款 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平均收账期 就加权平均呗 十天的客户 付款的占到整个我们客户里的40% 对不对 再加上30天的 是60%的客户 你去加权平均就完了 所以这个很简单 你就按他给的那个表述就行 看他有多少客户能够提前付款 在择后期付款 还有多少在信用期付款 是不是 所以这样来考虑 呃 我们这时候就用信用期 我们就认为他是在信用期收线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 第一个日奢销额 是吧 为什么我要强调奢销额呢 这个也是我们在以前给大家强调过 对应收账款的周转率的确定 他严谨来说 应该用奢销额算是最合适的 对吧 呃 只不过呢 因为是报表的外部分析人 得不到这个奢销 信用的数据 所以他用这个是全部的收入 但是我们在做应收账款 信用政策分析的时候 如果考试 给你单读出来 这个奢销 他比如告诉你这个 写消账收入是这个1000万 但其中80%是奢销 那你在考虑我们的这个 应收账款 占用资金 应激利器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 呃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应收账款 占用资金的时候 要用日奢销额 而不能用日 消账收入 对吧 要把这个消账收入 乘上那个奢销比率 80%这样来考虑 所以这块我强调是日奢销额 然后这个30天 就是我们的平均收账期 因为他没有单独给我 所以我乘上一个平均的 这个平均收限期 就指的是从你应收账款产生 到你收回来 也就是应收账款 周转天数 同一个指标 不同称位 对吧 然后再乘上一个什么呢 我们说得乘上一个变动成本率 这个变动成本率 我们这个在本量力分析里面 已经提前讲过 就是变动成本 占消账收入的比重 其实像我们这条例题 你都不用像书上那么麻烦 还有总变动成本 出于总收入 因为它是单一产品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单位变动成本是4块钱 单价是5 对 所以我的变动成本率 变动成本率 变动成本占收入的比重 那你就可以用 V除以P 是吧 像我们这条题的单价 单价是5 单变动成本是4 所以我可以得到变动成本率 是80%的 对吧 所以要是 这样一来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 对于 这个变动成本这块 其实你都可以直接 就用我的这个 就是4除以5 80% 当然它是用它总的收 总变用成本 这个40万除以50万 一样道理 然后再乘上 这个是什么呢 资本成本率 对吧 这个15%就是我们谈的 这个给的投资人要求的 等分险必要保守 实际上资本成本率 这样可以把30天的印记地址得到 那么同理60天也是这样 日收销额 因为我们延长信用期以后 我的收入变成60万了 所以60万除以360天 就是日收销额 乘上平均数量期 60天 再乘上变动成本率 其实你都不用这么麻烦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 变动成本率是80% 因为变动成本率是变动成本 你可以这么说 VQ除以P乘以Q 那我这个Q约掉嘛 实际上就V除以P 不就80% 所以日收销额 乘平均收账期 再乘两个率 一个是变动成本率 为了算赞用资金的 还有一个资本成本率 15%为了算印记利息 就是60天印记利息 两个一减 我们可以看到延长信用期以后 印记利息会增加7000块钱 就是印收账款 赞用资金印记利息 那么除了要考虑 印收账款 赞用资金印记利息 我们说还要考虑 比如存货 还有印付账款这些 是吧